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如何把刚刚那个表单给做出来 一,一样,到Visual Basic 二的话,特别注意哦,这个东西哦,因为多了一个东西哦,它原来是不存在的 假如是这样,对吧,请你看到,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一个了,它叫表单 那你要怎么做哦,请注意按右键,插入 之前我们是模组啦,它叫制定表单 制定表单,这时候就出来了,就是它了,OK 另外呢,它也会把工具箱给带出来 所以呢,建议你是把它移到它旁边 那当然有同学是直接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呢,要做,哎,怎么办,不见了 其实不用担心啦,请注意看这边不是有一个什么,工具箱 按下去它就出来了,OK 如果说呢,除了这边找不到之外,检视里面也有工具箱 OK,好,那怎么做哦,一般是先把外面做完,再做里面 先把左边做完,再往右边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先把外面这个,这个叫表单 这个表单的话呢,大概有三件事完成 一,它的属性,我之前有讲过嘛,属性跟表单比较有关系 所以你之前如果不小心把属性关闭,没关系 检视里面一样会有个属性视窗 这个视窗呢,可以向上向下可以移动的 那我先做一件事 第一个,name的部分呢,请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home 那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个home了,所以我把它改成home2好了 OK,第一个,请你把name改一下 那这个name,不改当然也可以啦 不过你要记得,将来我要让它显示出来 我要叫得出它的名字 所以你那个名字,如果没改,你就用没改的那个名称 不然的话会叫不到 第二个的话呢,把它的左上角名称改成什么呢 改成成绩系统 那成绩系统怎么改 请注意看哦,第二个属性 name往下找到一个叫caption 改这个,叫什么呢 叫成绩系统好了,成绩系统 enter之后,这边就改了 第三个是把它的底色 改成你喜欢的颜色 那我是把它改成绿色啦 如果人家不喜欢绿色,你可以改别的颜色没关系 大小自己可以调整 背景颜色就被color 这个,所以name,caption,big color的话呢 这边有个调色盘 我是用浅绿色,浅绿色就出来了 一,先把表单的这个部分先做完 就是把外面先做完 二,再加上什么,姓名 因为我有四个栏位啦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把姓名 答案考核 操作考核,面试考核 放在这边 那怎么做会比较快 第一个 用第二个按钮 标签 拉一下 那记住哦,这个地方哦,要怎么改 name不用改 caption改一下 改成叫姓名好了 好,名字改上去 不过,怎么样 姓太小,对不对 怎么办 姓太小的话,请你把它的字的大小改大 字怎么改 往下找 有个叫font 旁边有个小按钮按一下 大概多大哦 你自己大概决定 哦,大小 差不多十好了 OK好,大概了,就可以了 按个确定 好,然后再把它怎样 调一下 移一下 然后最好是底下的四个都长一样 啊,字的颜色